您现在收看的是华士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银行会计 各位同学 我今天要来为大家介绍第四讲次 第四讲次我要为大家介绍的是 现金出纳 票据交换 本讲次的重点是 银行账簿组织的特点 现金收付的程序 出纳的结计 自动贵源机的付款 也无票据交换的意义 交换票据的处理 票据交换的程序 票据交换的会计程序 票据交换电脑作业制度 以及票据的托收 首先我要为大家介绍 什么叫做现金 也就是现金的意义 在这个账簿组织的特点里面 最重要的还是我们怎么样来处理我们的现金的问题 因为在整个账簿组织里面 所有的记账的重点就在现金 现金是指通用的纸币和硬币等货币形态的现金 以及各种信用凭证 如集齐汇票 本票 支票 及债券等 票据形态的现金 也都包含在现金的范围之内 货币形态的及票据形态 与现金收付的这些工作 我们都称之为出纳 这一章我们要讲的现金出纳 在银行里面来讲的话是非常的重要 因为它包括了货币形态的现金 以及票据形态的现金 所谓货币形态的现金 我们就是指了紫币跟硬币而言 那这些年代除了货币形态的现金以外 还有就是票据形态的现金 那像支票本票汇票甚至于很多的债券 它都可以说是票据形态的现金 所有的货币形态的现金 以及票据形态的现金 它的收付工作 我们通通都称之为出纳 也就是说出纳的工作里面 就包括了所有现金跟票据的收付等工作 这就是我对现金出纳所做的定义 接下来我再为大家介绍 今天我们要讲的第二个重点 第二个重点就是出纳的工作范围 出纳的工作范围就是办理现金票据证券的出纳移转 及保管的事物 而且呢我们也做签证收款 送款簿支票及发货单 我们也做的是保管 存款同业支票簿 定期存单存折及有价证券 而且根据缺款书送金单 办理缴款存款的手续 根据收款的通知 向客户收款 汇计或者收对外铺的款项 以及代收代扣各种税款 捐款及其他的事项 总之整个的出纳的人员的工作 应当包括线币票据证券和贵重物品的收付及保管 票据的交换 以及头寸的掉拨等事项 出纳的工作范围 刚才我已经介绍 各位同学应当发现 实在非常多的工作 都是由出纳这个部门来做的 首先那个除了现金的收以外 付以外 它的移转或者它的转账 或者它的跟其他的银行之间的 这个掉拨头寸 这些都是现金它的工作范围里面 同学们你们跟银行里面接触最多的 大概就是缴这个学费 每学期开学的时候 我们把这个学费缴到银行里去 你就是银行的出纳工作 那有的同学 你们骑摩托车要缴一些税单 这个税单也是要缴在银行里 也是出纳的工作 或者你的手机的这个款项要交付 也是出纳的这个工作 所以出纳呢 除了实际的现金收付以外 还有就是有关于票据的收付 或者呢 它还有很多代收代付的款项的 或者是移转了保管了这些业务 当然这些年来随着我们工商业的进步 那我们很多支票本票汇票 他们都要透过银行的交换 或者脱收这些业务 通通都包括在现金的这个业务里面 所以现金这个业务 在银行里面来讲 它是非常的重要 而且呢 它也是我们在整个的管理的工作上面 要做得非常的清楚的一个工作 接下来呢 我再为大家介绍下面这个重点 下面我要为介绍 为大家介绍的就是出纳制度的种类 我们出纳制度的种类 我们可以分为总出纳制度 分出纳制度 柜员制度 以及单位制度 这四种 那总出纳制度 它可以说是最早 在银行里面实施的一个制度 它是所有的出纳 就是说银行里面所有现金的收付 都是由这个单位 那我们过去到银行里去 我们看到银行里面有一个地方 比较偏在角落那边 或者外面都有一些铁栏杆围起来 那个就是总出纳集中的 这个制度最大的优点 就是它在现金其中在一个地方处理 它比较安全 但它的缺点呢 就是要等候很久 那这个在现在来讲的话 就觉得这种制度 不是那么理想 所以我们就在每一个单位的地方 设一个出纳 这个就叫做分出纳制度 比如我们在放款部门设一个出纳 在汇兑部门设一个出纳 但是这个呢 比较不能够收到内部签字的功效 可能比较容易作弊 那接下来更进步的一种 就是柜员制度 也就是说每一个柜台的营业人员 他们都兼办出纳 这个当然是最好又最快 最有效率 但是缺点就是内部签字的这个作用 就比较小 很容易发生弊端 最后还有一个就是单位制度 这个单位制度呢 就是干脆在每一个不同的存款的业务的地方 都设一个出纳 那这个都是我们这个出纳制度的几个不同的情形 当然现在几乎所有的银行都实施的是柜员制度 接下来我再为大家介绍我们下面这个单元 下面这个单元也是讲到这个出纳制度的比较 那当然我刚才已经提到了 总出纳制度最好的就是它能够受到内部签字的功效 而且比较安全 第二个制度呢就是分出纳制度 它是分别的 它能够收到及时的效果 但是它也有一个缺点 就是内部签字的功效比较少了 柜员制度它最好 因为它能够有效率 而且又能够互相的签字 而且是比较适合目前的 好这就是我跟大家介绍的这几种制度的比较 我们先休息一下 各位同学 接下来我为大家介绍的就是现金收付的 这个工作里面的收付程序 现金收付的程序 它就是我们采取不同的制度 它的收付程序也不太一样 这就是我要为大家介绍 如果是采取的总出纳制度的话 它就是集中在一个地方做出纳的工作 账簿也只有一本 那现金收付日记簿 现金支出日记簿 就非常的 这个就是管理起来非常的正确 而且安全 但它的缺点我刚才已经讲了 就是它就是比较慢 那让顾客等候很久 如果是采取这种制度的话 它就是只有一个收款人员 一个付款人员跟一个出纳主管就好了 如果采取了分出纳制度 那出纳人员就要多增几个 多几个出纳人员 就在每一种不同的业务里面 设出纳人员 那单位制度呢 就是每一个营业人员兼办出纳 我们现在到每一家银行去 我们都抽了号码牌以后 它就会告诉你 你大概要去第五号柜台 假设你去第五号柜台 这个工作人员 他就是出纳又兼这个营业人员 也就是说营业人员 他也兼出纳 那这个时候我们的账簿也比较多 我们现金收入日记簿 现金支出日记簿 还有转账日记簿都要设 然后现金收支日记簿 每天早晨 你从总出纳那里领出来 每天营业中了的时候 再跟总出纳去做一个节纪工作 那这个也就是说 增加了账务组织的困难 但它的优点呢 刚才我已经讲到了 就是非常的快速 比较有效率 接下来我再为大家讲 下面一个重点 我们就要讲出纳的节纪 出纳的节纪 也就是每天营业中了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做这个出纳节纪的工作 这个节纪的工作 我们分为下面这几点 来跟大家做一个说明 第一个就是收入跟支出的节纪 第二个呢 就是库存现金的杂纪 第三个就是日节单 及日报的编制 第一个就是收入跟支出的节纪 刚才我已经跟同学讲了 就是我们现在几乎都是采取柜员制度 所以柜台的这个营业人员 在每天三点半的时候 你要把你的账簿做一个节纪 所谓这个节纪呢 就是你把你的现金收入加起来 现金支出加起来 然后呢 跟你的现金的节纪 节纪看看是不是一样 那这个工作做完了以后呢 待会我们就要到总出纳那里去 把这个你剩下来的现金 跟这个节纪的这个账簿 一起拿到总出纳那里去 然后做这个库存现金的一个节纪 这个时候总出纳 他就要把今天我们整个的收入多少 减掉我们今天支出的多少 跟我们今天领出来的多少 然后再看我们今天结纯的是多少 然后这个结纯的数字 一定要跟我们库存的现金 要相吻合 也就是说实地盘点跟帐簿上的数字 一定要一样 不一样的话 我们就开始要查帐 所以有的时候三点半 我们开始做节纪的工作 如果只要有一笔错误的话 可能我们大家就开始来找这个 错误的地方 可能要找到八九点也不一定 所以同学在记帐的时候 一定要非常重要的 就是说你记得要快 但是你一定要正确 接着我们还要讲到 除了你把这个帐簿结清以外 还要做日结单 就是每天我们把这个科目 尤其现金这个科目 我们要做日结单 而且要做日记表 这个现金的日记表 我们就是库存现金表 好 接下来我再为大家介绍 下面这个单元 下面这个单元 我要为大家介绍的就是 现金不符的处理 现金不符的处理 也就是说今天我们看到了 实际的库存数 少于账面的差额 那我们这个时候要怎么做呢 借其他应收款的 现金支出传票 如果我们实际的数字 实际库存的数字 多于账面的数字的话 我们这个时候就要编制 现金收入传票 贷其他应收款 这就是现金不符的处理 如果在银行里面发生了 这种现金不符的处理 你要开始查账 但是怎么查也查不出来 如果已经到了很晚的时间 最后呢 因为我们实在不知道 这个账的问题出在哪里的话 可以用这两张传票 先把它做完了以后 第二天再继续的追踪 这个到底发生在什么地方 好 接下来我再为大家介绍 下面这个单元 就是自动柜员机的付款业务 自动柜员机的付款业务 我们可以说 它是银行 目前为了加强客户 并且配合作业自动化 凡是电脑连线的各分行的 办事处的活期存款 活期储蓄存款 或者综合存款 都可以使用金融卡 而这个金融卡 以一卡 每一个账户 只有一卡为限 这个我想各位同学 你们都知道 就是说 当你在银行里面开的是 活期存款 活期储蓄存款 或者综合存款的时候 你大概都有申请到 一张这个提款卡 但是特别注意 我们是一个账户 只有一张提款卡的 接下来我再为大家介绍 就是这个使用金融卡 最好的优点 就是方便迅速 而且正确保密 我再一次提醒各位同学 就是你的提款卡的账号 不要告诉你的好朋友 也不要告诉其他的人 这应当自己保密 甚至于不要用你自己的出生年月日 或者有的人在提款卡里面 写一个这个提款的账号 所以这样发生的弊端 几乎都是这样而形成 而且这个比例蛮高的 所以一定要记得 它有很大的好处 这个好处也要 你自己要共同的配合 接下来我再为大家讲 下面这个单元 我们就要讲到票据交换的意义 什么叫票据交换 那在现代来讲 我们除了现金以外 我们最常用的就是票据 那票据交换就是在同一个地区的银行 互定契约 每日在一定的时间 一定的场所 各派员期待他银行付款的票据 相互交换 那紧就其借贷相互抵消差额的 这种而为收付的一种票据清理制度 这个就叫做票据交换 那这个票据交换重要有一些规定 当然在那个同一个地方 那我们常收到的别人的票据 那这个票据呢 你不是我们银行的 而是他行要付款的 但是呢 你不能告诉你的客户说 你到那个银行去取款就好了 这样就会得罪客户 所以我们通常呢 就应当把它收下来 然后去做什么工作呢 去做交换的工作 当然也可以去对方的银行收款 但是这个都是在现代来讲的话 我们收到的票据是非常的多 如果你用派员去收款的话 实在太不方便 所以我们就集中在一个地方 做一个票据清理动作 那每一家银行都在同一个时间里面 派一个票据交换员 到这个地方去进行票据的交换 这个就是票据交换 它是定时的 而且定点的 那我们通常都到票据交换所指定的地点 去做交换 目前像以台湾来讲 大部分都是台湾银行 做票据交换的一个清理工作的一个单元 接下来我再为大家介绍票据交换的时候 它必须要有下面这几个重点 第一个重要的规定 就是交换应当是要先缴保证金 第二个就是参加交换的银行 应当在中央银行或台湾银行开立存款户 第三个就是参加票据交换的这些银行 应当派票据交换员 将姓名及硬件 送交票据交换所及中央银行存藏 第四个就是交换所 为各交换银行分别编列交换的号码 第五个可提出交换的票据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接下来我要为各位同学介绍 就是交换票据的处理 交换票据处理在银行里面来讲的话 它有一些是本铺的票据 有一些是他部的票据 也有即期的票据 也有远期的票据 所以我们应当怎么样来处理它呢 当然是不同的票据 就应当有不同的处理方式 也是票据交换制度建立的时候 银行收到客户 存入本铺他行付款的票据 或由交换所所细回的 本行付款的票据 以及交换应收应付 差额的报单等 都应当做现金收付的处理 也就是刚才我有提到 就是说每一家银行 在做这个票据交换之前 它必须要由票据交换员 在中央银行开一个存款户 然后把这个钱 存一笔钱在那里 而且票据交换员 它的图章要放在那里 所以你一方面把你的收到的票据 拿到央行或者票据交换所去交换 同时你也每天从票据交换所 带回来一些我们银行 应当付款的票据 然后我们在这个时候 还要做对中央银行 存款的一种增加或减少的 一些账务处理 所以这整个的账务处理 讲起来是蛮复杂的 而且蛮就是说等等我会讲到一个单元 叫做电脑来处理 否则的话这个就是非常的辛苦 接下来我再为大家介绍下面这个单元 下面我要为大家介绍的单元 就是票据交换的程序 票据交换的程序有两种 这两种一个就是联行交换 一个就是他行交换 也就是因为大家晓得 现在我们的银行 它有很多的加速 有的银行有上千家的分支行 有的也有几百家的分支行 如果一起都到票据交换所去进行票据交换的话 大家想想看要有多大的一个场地 来应付这些票据交换员 所以我们通常就是由每个银行 自己先做年行交换 年行交换再派一个人到票据交换所里面 去进行他行交换 好 接下来我再为大家介绍下面这个单元 下面这个单元我要为大家介绍的就是票据交换的会计程序 票据交换的会计程序 我们就是要怎么样做会计处理 那这个刚才我已经讲了 又有联行交换又有他行交换 然后还要跟中央银行做这个节计的差额的一个计算 所以接下来我就为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整个的会计处理 这里面有两个方法 一个就是现金收付法 一个就是划款收付法 当然现金收付法就是把它当作现金来处理 那划款收付法呢 就是不是把它当作现金来处理 那这两个方法 哪一个比较好呢 为了时间的方便 所以现在每个银行都用现金收付法 而且我刚才已经跟大家提到了 我们把所有的票据都把它看成是现金来处理 所以现金收付法几乎是每一家银行采用的 那毕竟它不是现金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记账或者是在账户处理的时候 要跟一般的票据跟现金要稍微有一点划分 这个就是在记账的时候 还有账户管理的时候 或者主管人员要注意这个部分 接下来我再为大家介绍下面这个单元 就是我要为大家介绍我们的分路的方法 这个分路的方法就是我们要怎么样做呢 我现在用一些例子来跟大家讲 比如收到他行票据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们收到的时候 那我们要做的就是借库存现金 贷存款科目或者是贴线或同业存款 第二个就是退票的时候 退票的时候我们要做的就是借存款科目 贷库存现金 接着我们再做的就由票据交换锁 我们贷回来的这些票据 也就是在支付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做呢 就是做借支票存款或者是存对汇票贷库存现金 接着退票的时候 我们不做分路不要做任何的分路 那办理票据交换或退票交换结算的时候 这个下面这个分路就是借应收差额的时候 也就是说当我们交换以后 我们是应收差额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们要做的是借存放央行 贷库存现金 应付差额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我们要做借现金贷存放央行 还有呢就是每日营业中了以后 我们就借贷交换票据贷其他应付款 第二天提出的时候借其他应付款 贷贷交换票据 然后借现金贷存款的科目 那下面一个单元我要为大家介绍的 就是票据交换的电脑化的作业 那现在几乎每一个银行都是用这个票据交换 用电脑来处理 那这个电脑处理 当然是比较快又比较正确 这个部分就是磁性墨水字体 它才可以达到的 磁性墨水字体呢 它是一种具有磁性 可以经由电子机器辨别 处理文字的符号 这种磁性字体印在这个票据上 那以往是靠人工票据作业 现在都改成用电脑来处理的 因为电脑实在是很方便 在辨认这个磁性字体的这个部分 最后一个单元 我要为大家介绍的 就是票据交换的票据托收 这个票据托收 它是由银行接受顾客的委托 代为收取 这个本铺或者外铺票据的款项 并且在搜索以后 直接转入脱收存款的账户里面 因为我们搜取的 有的是本铺的票据 有的是外铺的票据 所以在处理的方法里面 有一点不一样 接下来我再为大家介绍的 这些分路的方法 这个分路的方法 第一个我要为大家介绍 如果我们收入的是 本铺的远期票据 这个本铺远期票据 就借应收贷收款 贷收托贷收款 这是本铺的远期票据 如果我们收到的 这个托收的票据 到期提出票据交换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们就借 受托贷收款 贷应收贷收款 然后再做什么呢 收到现金的 借库存现金 贷有关的科目 这个有关的科目 很可能就是一个 存款的账户 再下来脱收账户 如果有退票的情形 这个退票的情形的时候 借有关的科目 贷库存的现金 那这里我们加上绘画两个字 就表示 它是跟一般的现金 不太一样的 那这个 刚才我讲的这些 当然在脱收票据里面 现在不只是本铺 也有外铺 还有国外的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 同学们可以去参考 书本上的作业 好 我们下一次再会 我们下一次再会 我们下一次放到这里 我们下一次再会 好 因为 every day 我们下一次把 出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